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27日 已經是星期六了 想跟大家說說現在大陸的失業情況 因為 我們看到有一個媒體訪問了大陸的農民工 一些在不同地方打工的人士 他們 在上海 在北京 打工 現在 都不如兒童 是沒有工作了 要回家 在廣東省也是一樣 甚至乎在去年的9月 就已經有廠家告訴你 現在我們開始放假了 大家可以回家過年了 但是什麼時候回來呢 到了今年的6月份才上班 意思就是 你有九個月時間放假 這個世界有沒有這樣的事 有 就在中國 這部電影叫做《血鑽》 是李安納的迪卡比爾做的 他是一個維利是圖的商人 結果因為要幫助一個 血鑽的受害者 結果他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當時他在非洲 見盡了很多那些古靈精怪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們就說了一句 TIA This is Africa 這裏是 非洲 即是說 這裏跟這裏是不同的 這裏有自己的秩序 有自己的特殊國情 跟中國一樣 在非洲叫TIA 在中國就是TIC This is China 這就是中國 他媒體訪問了幾個農民 他就說 之前 在上海上班 但是 自從 失業之後 就沒有工作了 然後 就走去做送外賣 送外賣 但是呢 初初也算是賺到錢的 後來越來越多的工友 打工的工友 沒有工作 一齊來做送外賣 結果 不夠單 初初也算是賺到錢的 後來越來越難搞 根本就賺不到錢 越來越賺不到錢 還有越來越多人加入 搞到他們 連送外賣的工作也開始難做 局主 離開上海 離開上海之後 就回鄉下 回鄉下的情況好一點 起碼不用餓死 他也知道有很多工友在上海的生活很難過 因為 根本找不到地方住 因為沒有錢的關係 又住不起 初初 他們打送外賣的工作也好一點 為甚麼 幾個人有些薪金 可以夾勵租一間很小的房間 大家一起輪樓睡覺 有些是回夜班 又是回日班 大家輪樓休息 結果現在 日夜班也不好生意 也是很差 也是 也是找招不得眼 所以情況很惡劣 另外一個安徽農民 北京上班 失業後就去開車 做Uber 網約車司機 因為沒有工作 很快又再做失業了 連網約車也不夠客人 他提到 很多人失業之後 去做送外賣 網約車 現在因為出門的人少了 經濟不好 少了人坐車 經濟不好 點外賣的人也少了很多 生意 可以說是一落千丈 所以美團倒價是很正常的 因為 之前那種繁榮是虛假的 現在 增長沒有了 只要沒有增長 還要大幅下跌 那你說怎樣死 結果 通通都回家 他說很多工廠都倒閉了 沒事做 失業之後怎麼辦 斷工 他們農民工就沒有資格買樓 只是 要顧著自己的生存 因為他們連一天三餐 如果在上海 在安徽 合肥 武漢這些地方 他們會餓死的 因為他們在當地沒有地方居住 你不可能餐風老叔的嘛 局主就回鄉 現在回鄉 三餐有個住宅 起碼有地方居住 很多外省的農民工 回到鄉下之後 都沒有工作 長期在家 他說 因為很多老闆 在三年疫情 很多人輸了身家 破了產的人 逃亡了的人 有單人收身債投望了 有些 就拿錢 去走線 去移民 偷渡 有些去了美國 有些就消失了 總之 不同的理由 種種原因 老闆也 不見了一大堆 老闆消失 那個企業可能存在嗎 是不可能的 結果 他們很多人都是周圍借道日 問親戚 主要是問親戚 朋友借錢 回到鄉下之後 農民也怎麼辦 有些農民就說 我們土地太少 吃也不夠吃 還要靠賺錢 所以 很多人 只能夠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叫做糊口 接著到江子一帶 江蘇民眾說 其實當地有很多電子廠 是細廠來的 去年 超過一半都倒閉了 而餐廳 商店等等 全部受到波及 造成大面積失業 一個骨牌倒下來 全部倒閉了 基本上 他們附近的工廠倒閉了 11個後 基本上沒甚麼人 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是失業的 十個人有六個人失業 他們要想辦法生活下去 放一下地攤 買東西 而物價一直都不跌 而平時人門消費 10元的話 現在減一半都不止 看看廣東省 廣州市民也說 當地的工廠很多都倒閉了 包括超市在內的商店也倒閉了 大商場裏的店舖 或者在臨街的店舖 大部分都退租 商場裏面更加沒有人走 街邊擺攤做小販的越來越多 但城館趕得很厲害 他們估計 根本這些情況失業率起碼有五成 他說 到處 也是想找一些散工做一下 100個人 起碼也有50幾個人 屬於這種人 路上 可以看得出的 其實看到的那些招租的店舖也多得很厲害 現在他說 不要指望要做生意 只要能夠保命就不錯了 說到廣東省 廣東省是全中國最大的經濟省份 一個省的GDP就可以頂得住整個俄羅斯 你想想多厲害 但是 現在廣東省也開始深陷泥沼了 為什麼 根據最新的報告 廣東省去年的債務員額高達2.9882萬億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臨界點 這個數字是廣東 2023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兩倍以上 你想想 欠人那麼多錢 但是收入就沒有那麼多 那怎麼辦 根據廣東財政廳 2023年財政預算執行情況 以及2024年的預算草案的報告 廣東省地方債務限額定在3萬億人民幣 這個是上限來的 現在快到了 目前的預額已經在逼上限 2023年廣東省還需要償還2055億 2055億元人民幣的地方政府債券本金 並支付 899億元利息 利息899億 共計有2954億 3千億利息和本金 然而 同期廣東省的地方債務限額就增加了4800億 顯示出地方債務規模的增長 超過了環本環式的能力 這個已經是中共地方政府一種普遍現象 現在連廣東省都已經到了這個現象 以前 其他的省市是沒有錢環本環式的 現在連廣東也是如此 大陸媒體指出 近年來 地方政府新增的債務額度持續增長 反映出地方政府加大了財政支出力度 從而使債務余額居高不下 以廣東為例 當時在19年底 廣東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只是11957億 人民幣 但是短短四年內 增長超過了一倍半 還有Blackjack 一倍半 更重要的是 2019年廣東的地方債務余額只是佔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95% 到了2023年 這個比例 到了216% 根本沒有辦法支撐下去 分析人士指出 廣東已經是中國最強的省份 現在都面臨如此困境 其他省份 大家都不用說了 死路一條 廣東省 一省份 都已經是開始進入這個崩潰狀態 那麼其他人怎麼辦 還有一個很可怕的消息 就是現在很多人因為沒有錢的關係 開始 賣血了 我們看到 北京街頭 有一則 是消息 有哥伯人排著長長的龍 穿著很厚的棉納 穿著一些大衣 慢慢的向前走 他們聽到他們裏面說的 全部都是賣血 這裏醫院原來 街道裏面停了一架捐血車 200cc給800人民幣 300cc給1200人民幣 現在有人說 沒有人捐血了 只有賣血 這是一隊賣血隊 究竟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呢 北京朝陽區 競從街道 服務中心對面 排了一條很長的人浪 網友 議論紛紛 是不是真的要賣血 他說 現在住醫院要做大手術 如果沒有自願獻血 也要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只能夠向社會買血 他說現在很明顯 窮人很多 看到排隊以為做核酸 很大陰影 亦有網友說 挺好的賣賣 給的價格也不錯 賣血其實是夠吃的 比美國好很多 美國 只是可以吃的 中國賣血就可以吃得飽 這個國家是好國家的 其實也是的 如果300cc有1200元 當然北京比較難生存 但是如果你一個星期買一次 估計 你也夠在北京 維持生命開支 早前北京青年報透露過 北京大醫院外貼了很多有償獻血的廣告 一名負責帶人入醫院的血頭 即是那些蛇頭 完成一單號 他會拿到200元的提成 有獎金 即是有勇抽 據了解 在血頭組織裏面 有專人負責在醫院裏面 發放印有賣血訊息的卡片和小廣告 需要大量用血的病人和他的家屬 就會通過小廣告換到血頭 確定用血量和價格 一般是400cc的血是比2000元 這些費用經由上線下線之間逐級抽成 最後到了賣血者手中 一般是400-600元 剛才說 200cc有800元也不錯 北京青年報記者 跟這些幾個賣血者發現 賣血的主力軍 通常都是打工仔和學生哥 沒有錢是他們賣血的主要原因 搞到要賣血 現在 不過 血的價格在中國來說算是高水平 所以 就這樣看 現在中國的經濟 也不會進一步崩潰 因為 起碼還有賣血 不會短時間餓死 你明白嗎 賣血的話 馬上買東西出來吃 補充一下 因為大家知道 血沒有了 就可以買回來 就可以吃得回來 所以 也可以說 把自己人體當作工廠的部分 人礦自動產生 經濟效益 吃肥自己 儲肥自己 賣血 一個星期賣一次 就會發財 發財是不會的 如果一個星期賣300cc 估計一個月也有4000多元 這樣 肯定可以 起碼不用餓死 好了 這個世界 其實有人還要賣血 好像是60年代 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們看的那些60年代 50年代 那些人沒有錢是賣血 因為真的要賣血 血呢 你在醫院做手術 你要給錢買的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波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如果你擔心網絡安全不重要 最重要是 你可以訂購我們的VPN 保證你十分之安全可靠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 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 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 VPN 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 VPN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 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 VPN 選擇是 SURFSHARK 我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 VPN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 VPN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 VPN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 VPN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 VPN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 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